好,來我們看第四題 以值Y為正數 那而且Y等於這個答案 那Y的最小值是多少 這一題改一下 我們把最小值改成那個最大值 OK,這個題目這邊有出錯 Y的最大值才對 好,第一個我先去把X平方-4X加10做配方法的動作 所以X平-4X加10 來,開始要配方了 補一半的平方 所以這裡加4 這裡-4 所以就等於X-2 括號的平方加上6 好,所以我知道 以這一個答案來說 因為它是一個向上的泡物線 所以這個答案一定會有最小值 叫做6 第二個 那方程式Y就等於 這個加X-2的平方加6分之18 好,記住我這一句話 當我的分母有最小值的時候 那整個Y呢 當分母有最小值 整個Y有最大值 整個Y會有最大值 好,再講一遍 當我分母如果有最小值 那整個Y就會有最大值 因為我的最小值是6嘛 所以它的答案就會是6分之18 所以我今天Y的最大值 所以我今天Y的最大值就叫做3 OK 所以我的第4題答案就叫做3 好,那如果你這邊有一些些卡住 聽不太懂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分母最小值整個會有最大值啊 我講一個概念給你聽 如果它今天的最小是6 那你看喔 6分之18 那這6是最小的啦 再來就7分之18 再來就8分之18 一直上去 你看那這個答案叫做3 這個答案叫做2點多 所以當分母是最小值 我整個答案當然是會有最大值嘛 所以最大值答案就是3 第4題答案是C